所以 这个难陀尊者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那释迦牟尼佛 为什么要度难陀他的弟弟出家呢 是什么原因呢 不仅仅难陀他自己的弟弟 连释迦牟尼佛的儿子是谁啊 罗霍罗尊者也出家 不仅仅罗霍罗尊者出家 罗霍罗尊者出家几岁 几岁出家 九岁出家 不久证果 所以在十六位 一千两百五十五人 这些随身弟子最年轻的是谁 罗霍罗尊者 而在罗霍罗尊者 在这一步经的表法是什么 下面会跟大家说明 很精彩 小孩子 代表什么呢 不仅仅罗霍罗尊者 连罗霍罗的母亲是谁 耶稣托罗 耶稣托罗最后也是出家 苏霍罗尊者 苏霍罗尼佛为什么要度他们出家呢 这个很深的道理 而且内容的意义很深 下面会跟大家说明 为什么要度他出家 所以有一些人法师啊 为什么要出家 他有出家的因缘 所以我们看到出家人 一定要恭敬他 有修没有修是他的事情 但是他能够保持这个袈裟 我们必须要恭敬他 不要看他的外表 那不仅仅 释迦牟尼佛的儿子 还有释迦牟尼佛的太太 还有释迦牟尼佛的弟弟 连他的父亲 是谁啊 净饭罗 虽然没有出家 但是净饭罗的修行的成果 非常的殊胜 为什么 因为他临终的时候 是什么呢 念佛求生西方解的世界 最后啊 他的父亲往生西方解的世界 这个因缘非常的殊胜 所以你要度你的母亲 尽孝道 最好是什么呢 劝父母往生西方净土 因为西方解的世界 等于了生死出三千 他不会再受苦 而且一生成佛 你看 多好 这个就是什么 释迦牟尼佛尽孝道 不但度他的父亲 进犯网 往生西方解的世界 连释迦牟尼佛的阿姨 就是他的母亲的姐姐 你看 释迦牟尼佛的阿姨 因为释迦牟尼佛的母亲 生他出来以后 一个星期 他就往生了 生到哪里 到底天 所以释迦牟尼佛小时候 谁才 由谁来带大的 就是他的阿姨 连牟尼佛最后也是出家 你看这么大的家属 通通把他度出家 而且最后三个月之前 释迦牟尼佛还没入涅槃 到哪里奖金收法 道立天 谁来请他 道立天的天主是谁 释迦牟尼佛 下面我有讲了 就是我们中国人讲 一王大帝 西方国家讲 就是上帝 释迦牟尼佛来请法 请释迦牟尼佛 道道立天 为什么 为母说法 你看 释迦牟尼佛的见效道 值得我们来榜样 做得非常的完美 让家属得到的究竟圆满得利益 而且真正可以永远了脱生死的轮回 这个就是释迦牟尼佛对他的家属 对他的亲人的报恩贡献 释迦牟尼佛的做的罪的圆满 所以过去 这个唐瑶对这个尤顺 他说 宗相 宗孝 难以两全 但是你能够把这个宗孝 孝一切人 孝天相 那你的孝 那不是一般的孝了 释迦牟尼佛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难头 今天出家的因缘 就是因为释迦牟尼佛会度他们的家属 出家的原因 就是希望他们能够了生死 出三界 那今天我们帮助我们的家属 能够往生西方极的世界 作为一个好榜样 将来他们能够蒙阿弥陀佛 往生西方极的世界 你就等于帮助一个人去成佛 将来成佛去度无量无边的众生 那你说你的功德有多大 所以为什么我们每次做法会 这过几天我们要做法会 做三十七年 你看为什么要回向 给我们的过往的父母 家亲居属累积因亲债主 这个回向不要建立一个 一个形式 建立在实质 你不要说写这些名字去回向 你的得恨能够做一个好样子出来 你的周围的人 包括那些过往的 往生的人 你的家亲眷属 都会占光 真的耶 比你在那边做一个行事 人家做法会 写一个名字 写了一大堆 自己有没有真的去修行 这效果没有那么快 有效 但是没有那么明显 但是如果今天你真的有修行 你每天不断的去断耳修神 提升自己的修学 真的 你的这些过往的父母 你的累积因亲债主 你这些的家亲尽属 你的范围的这些 眼睛看不到的 会获得你们的这些的光 对于人家说 你们这个脑子 叫 继续